一腾美城雪上加霜 视频赛丢两斤又突出坏消息 日美狠批球迷嫌弃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砍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按阿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国宾 关注一腾美城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继续和大家说一下 那么一腾美城输球之后的情况 我们也知道现在视频赛 已经是正式收官 那么中国队在刘国梁的带领之下 获得了五个项目的四块金牌 可以说是相当了不起的 而中国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对手 日本队在这一次是遭遇了重创 那么我们也看到 日本队唯一二两个竞入决赛的项目当中 其实都最后惨败给了中国队 最终无缘金牌 那么这样一来 日本队在本次视频赛当中 一块金牌都没有拿到 那么对于他们的打击呢 确实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们也知道在赛前 包括他们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 日本队这边是觉得 他们已经是强势崛起 因此在这一次视频赛当中 他们的目标也是定的很大 都希望能够在各个项目当中 打败中国对手 或者说给中国队制造很大的一些 夺冠障碍 争取多拿几块金牌回来 结果现在我们也看到了 包括伊亭美城还有张本志和呢 也都是颗粒无收 打击是相当大的 所以对他们而言 确实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消息 目前我们也看到伊亭美城呢 除了丢掉两块金牌之外呢 那么他现在回国啊 其实也收到了一个很糟糕的消息 对于他本人而言 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一次呢 我们刚刚也强调说 日本队本身呢 包括日本国内呢 对于伊亭美城 以及张本志和他们一行的 一个期待是非常高 都希望他们在本次视频赛 能够有所斩获 结果呢 现在面对这样一个糟糕的结果呢 我们也看到日本国内的媒体 包括他们的球迷 都是难以接受 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 在伊亭美城回国之后呢 那么日本媒体还专门撰发了一篇文章 去批评伊亭美城这些球员 说他们太丢人了 包括早田希娜呢 也遭到了一个狠批 所以现在看来呢 其实伊亭美城输球之后呢 那么回到国内之后 还没有遭受到安慰 反倒是遭到国内媒体的一个批评呢 我估计他心里面 肯定是非常难受的 那么我们也看到 其实在比赛结束之后呢 伊亭美城也是几度落泪 他觉得自己呢 确实是没有完成任务 确实也是比较懊恼 但实际上我觉得伊亭美城 他肯定也是想赢球的 但是面对现实这样的比赛呢 很多时候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包括呢 中国对这边选手啊 非常厉害 还有呢 可能面对的一些对手啊 包括抽签结果呢 也都不理想 所以呢 他最终不能够获得金牌 其实也是非常无可奈何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日本媒体 包括他们国内的球迷呢 都应该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 而不是每次输掉比赛呢 就去批评他们这些球员 确实也是让人很难以接受的 那么包括我们也看到 那么这次他们的球迷呢 也去唱衰去嫌弃伊亭美城他们 确实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还是有些过分 虽然说从我们的一个立场来看呢 那么日本对输掉比赛 那么我们肯定是开心的 但是如果说单纯 从一个体育赛事的一个球迷来看的话 其实伊亭美城这次输球呢 也真的不是他故意放水 或者说故意输球的 他已经是尽了巨大的一个努力 但是其他的一个事情 不是他能够决定的 对手的一个实力大小和状态的好坏 也不是他能够决定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对每一个运动员来说 只要能够在赛场呢 能够做到最好 能够发挥到极致 就已经是问心无愧 其他的事情也只能够交给对手 交给上天来决定 那么他们也根本是无能为力的 所以也希望这些媒体啊 包括球迷能够对他们呢 宽容一点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